还在为挑选父亲节的礼物而烦恼? 来Greenfield Golf,我们丰富的经验将为您挑选到合适的高尔夫球杆作为节日礼物。 我们代理各种亚洲人喜爱的品牌,如S-Yard,TaylorMade,Williams,Ping,Yamaha,Mizuno,Yonex,TitleList,Colorway。 我们就在7780号Wubai Avenue,Markham,Ontario,电话905-946-1730。 欢迎大家回到市场回顾的环节。 首先我们来看看美国的经济报告方面。 美国五月份的二手房屋销售的跌幅下跌了3.8%至年率481万间。 这个数字是六个月以来的最低位。 销售活跃的程度比上年同期下跌了15.3%。 而价钱方面,美国五月份二手房屋销售的中间价是166500美元,比上年同期下跌了4.6%。 今次这个数据再次显示美国的房地产市场,真的好像未有反弹的趋势显示出来。 越来越差的迹象,如果你看一下每年的,其实不是百分之重要,是每年的年率数量,跌到现在48万1千份欧。 如果你看看最近这年多久,可能是最低的了,如果从上个月平均是50万跌到48万一,那完全没有复苏的迹象。 所以我看得到那些人,如果你看美国,如果你问我总括来说,看了这么多的数据,美国的房屋现在的环境是怎样,旧屋仍然没有人做买,新屋除非你有份工作,你收入好,那新屋价钱是没有跌过的。 那些新屋的批文,就是那些home permit,去哪里呢,因为那些人没有屋住了,没有钱买屋了,或者货收了出来,那是怎样租屋的,我见到大部分的钱是进了地产,就是用来建房屋,来租给那些需要住屋的人,所以是唯一见那里有复苏的,其他的屋的resale value,完全没有毫无迹象反弹。 那其实现在价钱,刚刚那个月又跌了4.6%,那我就想问问Nelson,其实最大的问题是否那些distressed property,令到这个价钱这样呢? 没错了,这是不是distressed property的价钱来的,ok,因为现在你在美国有45%这类这样的屋,是需要花很多钱去装修才可以住的,所以很多人就不会买,如果你是有钱的人是不会买这类这样的屋的,那如果譬如你,尤其是你想买一间屋超过50万以上, 你宁愿去那些new home builder那里,那些builder就根据你所谓的规则是怎样,他跟你建过一间新屋,那类的屋没跌过价格,还一直在升价格,所以现在美国是两个房屋的,两个housing market,两个不同的,如果你只是看纯粹的resale home,完全好像没有复苏,就是这样的。 好了,那我们再看加拿大方面,就公布了,分别有4月份的零售销售数据,和5月份的领先指标,首先看4月份的零售销售线,按月升份, 为0.3%,是不及市场预期的0.5%的升幅,而销售量方面,就按月上升0.2%,虽然其实在11个类别当中,有6个都是情上升的趋势,但是其实最大的贡献,就是汽车销售方面,这个类别是升了1.7%,而再看5月份的领先指标方面,就是升了1%,10个类别当中有9个都是升了。 其实加拿大人,因为现在欠债太多,变成了最近这几个月的洗钱是少了,如果你看3月份,负0.1%,然后到4月份增加0.3%, 那你net out了两个月就升了0.2%,但是你没有忘记了,你很多通货膨胀的成分在这里,你减了通货膨胀的成分,就是销售量之外,那其实呢,根本加拿大的retail sales是没有增加过的,是flat的, 就是说给大家听,加拿大人根本现在没有什么多余钱呢,乱去市场做洗钱了,那是不是解衰呢,也都不是的,如果你刚刚提到另外一个数据,就是加拿大的领先指数,在4月份升了1%,那哪里升了呢,增加了在aerospace,航空业,还有这个shipment to inventory,就是那些存货量,就是那些买公司订单,存货增加了, 还有那些工人的每个礼拜工作时间也都增强了,那就是说加拿大经济虽不是说不是那么强,但也都不是说需要去哪里,就是打橫来走,就是没有什么动力去上升,没错了,好,再看欧洲危机的方面,那最近是成为了焦点的,除了希腊之外,其实西班牙都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那IMF今天出流的报告就指出,西班牙去年第三季度开始,经济增长是逐渐加快,但是 该国的经济仍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虽然西班牙采取了强大和广泛的应对措施,但是修复经济的工作仍然没有完成,那IMF就敦促西班牙了,不要放缓改革的动力,要尽力强化经济,和减低该国高达21%的失业率, Nelson,其实具体一点来说,西班牙要实际上做些什么才可以做得到呢? 其实西班牙这几年有很大改善,很多时候我们计算一个国家欠债多少钱的经济能力是怎样呢? 我们说它每个debt to GDP,就是它每个赤字有多少,和它的gdp有多少呢? 如果你看2009年,西班牙的debt to GDP是11.9%,到2008,2010年就降到9.2%, 那今天IMF就实际上说,它说有很大机会,西班牙今年,在2011年,会降到6.2%,6%左右的,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善 那它仍然叫做,你不要现在计算,不要以为经济好了,继续回去乱花钱,不要啊,那你要留意你的那些银行,和你的劳工,不能够被人工乱那样上升,控制所有的国家开支,不要被这个恶法继续遇上升, 现在唯一最大问题是怎样呢?联邦政府的西班牙就有改善,但是它的地方政府仍然继续达不到它所需求的目标,所以仍然是一个威胁来的,但是呢, IMF仍然说,它最近的西班牙的进展,觉得它有很大的改善 我想其实也算是小小的好消息来的,那我们现在暂时分析了这么多,稍后回来继续会有市场回顾的环节 欢迎大家回到市场回顾的环节,其实今天的焦点新闻就是莫过于希腊方面,其实Nelson,不如跟大家分析一下,其实希腊是不是真的情况这么差呢? 其实不是的,我说的,为什么呢?希腊的国家的人口大概有1000万,ok? 希腊的大部分的人是没有货币,住房子一早就赔购,就是不是差太多的,但是唯一希腊的最大问题就是什么呢? 希腊的人就是不喜欢纳税的,逃税逃得很交关的,那变成了国家有开支,但人们又不纳税, 變成了令國家有這麼大的赤字 很大問題 現在問如果你由歐洲的國家 譬如德國那方面來做 有沒有搞錯 你的國家又不是窮得這麼交關 你那些人不肯納稅 你政府沒有錢 現在欠了錢沒有錢還了 那要走來由歐洲那邊 要借錢給你 你這條氣不強的 對不對 所以現在今次 政府要削減開支 還有另外一件事 政府一定要增加付稅 增加收錢多 所以希臘的問題 不是想像中那麼嚴重 它不是一個非洲國家 完全沒有錢 直接沒有錢還的 不是這樣的 現在問題是未來的一、兩年 你看看希臘政府 如何跟人民增加稅收 才有所改善 就是這個原因 但其實現在的人民 經常都在抗爭 你覺得他們經常在抗爭的時候 會有什麼問題製造出來 其實今天你見抗爭 我剛剛說過希臘 整個國家有一千萬人 今天在國會抗爭 只有三千人 是相當之少的 是不是越來越少了 根本那些人 我公司有個同事 那些希臘人來的 OK 他連年都回希臘的 他說那些是Hooligan來的 那些爛仔來的 那些有空沒東西做 搞事 搞事而已 那他拿著綠色的雷射筋 亂玩來玩來 根本不是真實的 你看到那些人雖然說暴動 那些警察又不用鎮壓暴動 什麼都不需要 其實過了幾天就會沒事的 這些不會令政府不穩定 或都令政府落台 所以他說看著他們當笑話 那些人就看著 好了 先說到那麼多 我們再轉看看加拿大企業方面 Encana公司提出 跟中國最大油公司 Petro China 中國石油 價值54億的合併計劃 目前遇上阻滯 主要是雙方都未能夠 就交易的關鍵條件達成共識 而Encana的發言人表示 他們是不會公佈協議的詳情 以及談判破裂的原因 亦表示他們暫時未有為這個計劃 找新拍檔的打算 是 這是去年6月宣佈的 Encana最近一年 因為天然氣的價錢跌得太厲害 根本就不足夠的資金 來發展新的油田 在B.C省的東北部 他就希望跟Petro China 做一個交易 Petro China出錢 賣50%的資金給他 然後由Encana發展 但是就因為Petro China 打算趁天然氣便宜 冷手撿個熱煎堆 來希望拿到個筍東西 誰知道Encana 會如何Pay for this deal 誰知道這次在最後 大家談判不成功 現在就不了了之 Encana原本靠一部分的錢 用來買自己的股票來取消 來提升股價 變成今天不成功了 今天股票最低的時候 跌了那層6圖一股 到收市時29.06% 仍然下跌 現在只跌了1.39% 現在沒有這個交易 然後解明Canada 一定要靠這個天然氣的復甦 才可以看到公司的前景有所改善 好 現在剩下一點時間 快點再看看摩根台通方面 他們今天同意了支付1億5360萬美元 來了結了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 對該企業有關在抵押債券上 誤導投資者的指控 雖然摩根台通方面 願意支付這個金額 但是沒有承認他們有做錯事 這叫同人不同命 同姐不同病 大家大概半年前 記得高盛一樣 同樣跟證監處有個設定案 你這個CDO 這個CDO 大家兩個交易 跟今天這個JPM的這個 兩個大概11億而已 一個就被人罰了 高盛被人罰了5億5千萬 現在這次摩根台通 就罰了1億5千3百萬 即是四分之一而已 就是多不正確 不過anyway 今天摩根台通這個消息出了 其實對摩根台通很瑣碎的一件事 所以今天他沒有受影響 連起43至491一股收市 說到這裡 大家留意明天有些什麼事 我們值得留意 好嗎 OK 好了 明天首先就會有 NBA 抵押貸款申請指數 會有原油庫存 以及大家都會非常關注的 FOMC 議息的決定 另外業績方面 就會有FedEx 第四季度的 業績報告出來 是的 FMOC 議會不會有加息的 明天在美聯儲那裡 但我們看看他如何預測 美國的經濟是怎樣 會不會留一點風聲 有量化寬鬆2.5 即是留一點風聲給大家聽一下 其實明天早上最要留意 要看FedEx的業績 第四季業績 我們期望他賺1.762一股 因為他可以反映 不但只是美國的經濟 是全世界 因為他很多是輸送去日本 輸送去其他國家 看看全世界的經濟 在他們眼中是怎樣的 這個大家值得留意的 好了 其實這些明天出來的報告 我們都會明天同樣 在市場回顧環節 跟大家去分析一下 沒錯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明天同一時間 市場回顧再見 拜拜 好